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他家境不好 还有一个弟弟 但是我喜欢他 他人也好 足球也踢得很帅 学校里很熟悉赢 许多女孩都喜欢他 但都嫌弃他没钱 毕竟你谈恋爱 天天吃麻辣烫 人家谈恋爱 天天吃西餐 这种落差实在太大了 我跟老公表白的时分 老公还是很犹豫的 他怕我只是跟他玩一玩 还告诉我 他是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成婚的 假如我只是想玩玩的话就算了 听到他这样说 我扑出一声就笑了 我找你 就是奔 逞婚去的呀 你以为我是想干嘛 玩呀 你要钱没钱 要情趣没免 情趣给你有啥好玩的 老公 拿了脑头 说了一句 好像室友 毕业我俩就合计成婚的事情了 由于体谅他家的处境 我家啥也都没要 就办了婚礼 婚礼的大头基本都是我家出的 唯一的条件就是在城里工作生活 方便我照顾父母 老公一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全村人都知道老公找了一个不要财力 不要房 不要车 还带着陪家来的媳妇 一时间公婆可有面子了 自从我跟老公在城里暗了家 老公家的七大姑八大姨 没有一个不想沾点廉价的 三天两头想托我们找个好工作 买个打折手机之类的 事情不大 但处理的多了 心累 有时还要提钱 小叔子毫不容易找了一个对象 对方狮子大胎口 非要要十万块钱 婆婆舍不得只为了小叔子成婚的工作 全家掏碎了心 正好不容易有一个情愿的了 可不能犹豫这些钱就放弃了 婆婆卯足了劲 要凑够财力钱 前几天大喊老公回家 说是商量小姑子成婚的工作 我觉得这种工作也不好插嘴 就没有跟着去 可老公一回来就探我的口风 问我手上还有多少钱 这个时分我就多长了一个心眼 说咱俩工作有多少 你不是不知道 储蓄每月基本不剩什么 幸好没有房贷 要是有车贷和房贷 估计咱俩早就去喝西北风了 这时分老公竟然假装不经意间的问我成婚的时候 你爸妈不是给了你二十万吗 你看起来现在也没有什么大的蜘蛛像 能不能把这二十万先拿出来给我弟弟成婚用 以后有钱了再还给你 我当然是不同意的 谁知婆婆知道我不情愿拿钱 竟然阵阵有词的给我打电话 说都是一家人 哪里分你的我的 还不是谁急 嫌给谁用 试图说服我把钱拿出来 最后看我吃软不吃硬 就是不情愿拿钱 婆婆竟然说 我跟儿子说过了 假如你不把你的陪价钱拿出来 你俩 明镇举门口见 看你到时是不是会哭着求我 留下你的钱 听到这日我就乐了 这是拿门子的逻辑 陪价钱是我的 跟你们家有没有半毛钱灵系 我是嫁给了你儿子 但我不是嫁给了你们全家 小叔子成婚管我什么事 我随个份子钱就够了 我直接说 那就离婚吧 这房子和车子都是我们家买的 我们也没有什么共同财产 这样也快 然后直接就挂了电话 婆婆什么反应我不知道 第二天一大早 婆婆就来我家了 进门就劝我不要冲动 离婚可不能随便说 我也不搭理她 最后她直接跪下哭着说 我错了 当时就是这么一说 你可不能离婚了 我们家可没钱娶媳妇了 见婆婆这样 我其实也不想离婚 毕竟我和老公 艰难地走到了今天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满足你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